来咱们看一下新地图唐人街里面的几个彩蛋 第一个是找一下 看一下这边有卖糖葫芦的 以后大家如果有喜欢吃甜食的话 可以来这边买一下爱哭鬼做的糖葫芦好吧 中间的圣这个许愿术 这中间的许愿术看一下 可以绕一圈 然后这边还有肉铺 以后厂长可以在这边卖肉 各种瘦的肥的 精挑犀选的 还有白菜呢 这有蔬菜铺呢 这是一个菜市场 这个传言是红蝶美智纸 曾经做过的花轿 看到没 这边是来吃午饭的地方 狮子楼看到没 如果你们饿的话 可以来这个店 我来过这个店 这个店 这个菜品质量挺好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好吧 大家有时间可以来品尝一下 这是裁缝铺 传言这个是 这应该是当年给红蝶美智纸出嫁之前 做起薄的地方 那这里是当年路头 小丑和厂长 他们桃园三节一的地方 看到没 有个二爷在这边摆着 他们三人在此一节金蓝 这二爷行个礼 以示尊重 那这里是曾经 小黑给小白 他们两个送伞的地方 看到没 简称红伞街 看到没 满天的红色油纸伞 只有这条街道上有 这是当年 小黑和小白 他们两个相约送伞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门 还有这个彩蛋 这是一个雕像 讲述的好像是一段历史背景故事 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动作 对 然后 反正 这讲述的是分离啊 你们不要多想啊 这是讲述的 他们两个是分离的一个场景 还是非常感人的 大家不要多想啊 预警轩 哎 他了吗 刚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 哦 哦 哦 这个墙还可以翻他的 这 还有这种操作 哦 这个窗户直接就给 就给干翻了 这个窗户 看到没有 小伙伴们 这就是金星的威力 可以直接把这个窗户 给干翻 金星太强大了 你们不知道 金星的这个震慑力 多么的厉害 这个彩蛋 这次刷了 刷了 刷了 放上去 给你放两个弟弟 再放个小黑 我的天 太过分了 这可是VIP待遇 你们一般人 可是坐不到这个椅子的 画家上可以涂鸭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贴头像 如果不想看这个字 可以把它给盖住 吃息 这个彩蛋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哇 哦 这个冯记 应该是一个殡葬品 这个制作店 你看 这两边还有指人呢 我的天 哦 这个花圈 可能就是这个店铺里面 制作的东西 两个指人 一男一女 有点那种恐怖的感觉 好的 这就是心理图 唐人街 感觉还不错